雖然是小事 但是就是我們的生活 其實有時候就是小事累積而成 那這個演員夏如芝 他因為坐計程車 這個深深的傷害了他那一天的心情 真的 有時候真的會 就是有人想 感覺是你要 他要佔你便宜 是 好 那夏如芝 他有發了一個文章 他說什麼 我們請盛美告訴大家 他說那天他出門搭計程車 到目的地之後表上是一百五十五塊 照理說這計程車已經停下來了 然後夏如芝說他身上只有一千塊 所以他就把這一千塊拿給對方 可是他就眼睜睜看著這個司機 他在找錢的同時表沒有按停 也就是說在找錢的這個當中 表從一百五十五跳到一百六 現在我問各位 一般來說我們到了目的地 司機如果停下來 甚至如果再跳五塊 很多司機會說這五塊我不收 跟你收一百五十五 我們現在的計程車有設備 可以讓你按停的嗎 有 就等於說我已經抵達了 因為他有等課的那個費用 他停下來也是有跳表的 我知道 我是說停到了停下來了 對 然後我要按一個 按一下 他就會停止計 就是到達了 所以是不是沒有按 因為司機就忙著去找錢 對不對 因為我給了你一千塊 我要找錢給你 可是夏如芝覺得不開心的地方是一百五十五 但是司機找給他的是八百四十塊 也就是司機 算一百六 對 是按一百六 所以夏如芝也沒說什麼 他沒跟司機看過 他就是拿了這個錢 可是心情不美麗 不是這五塊的問題嗎 五塊五我能夠付 只是你這個動作 因為畢竟我們計程車 什麼 我們說這也是一個服務業 對不對 我們也希望說 是一百五十五或一百六 你講嘛 結果他就收了這八百四之後 他就PO上網 請大家評評理 到底是 評什麼理 就是 多收了五塊錢這樣 你會覺得心情 你五塊錢買走了我今天的心情 因為 對吧 總工藝大哥你開頭會講 就是不會送 我講實在有時候 你現在在地上看到五塊錢 你不一定會撿 是 對 因為蹲不下去 不是 我就蹲不下去 有時候你也覺得我會去求五塊 拿來什麼叫他閃到 沒合 沒合 就沒合啦 對不對 對 因為這主要是那個司機 他有問他多少錢 司機跟他說一五五 是啊 問題是你找我八百四 對 因為 八百六 八百四 八百四 就是因為 因為他在要找錢 給夏如智的時候 那個錶又跳了五塊 所以如果你今天沒有告訴我說 一五五 好 那算了 我就是多五塊而已 沒什麼 對 問題是你已經跟我講一五五了 然後找錢呢 也是因為你要找錢 因為多跳了五塊 然後你還真的找我 八百四 最後是跳 司機就不要講一五五 司機應該是要講多少就是多少 因為我們也做過件事 五塊而已 真的營養心情比較大 有的人也是賣過 七塊的人也賣過 有些人一塊錢他都不行 有時候不是錢 甚至一件事情就會讓你不開心 就像我幾乎都是用計程車 來當我的交通工具 所以比如說 你要做老闆嗎 不一樣 不是 我不會開車 開公司啦 不是這樣子叫起來叫紅腫 對啊 又吼 又吼 紅腫熱痛 有時候就是有一些事情是你的內臨 你不能被人家踩到那裡 就是就是覺得很生氣 比如說我常常幾乎都坐計程車 有兩件事情我都很受不了 第一件事情就是 有時候現在因為真的 你會覺得錢花得很快 所以包包裡面常常只剩滿 大超就一千塊 那你比如說我問你 你如果去吃一個麵線好了 你給他一千塊 他沒有零錢 他一定設法自己去Seven 或什麼換那個零錢找你 對不對 可是很多計程車司機 不是 我拿給他一千塊對不對 第三就是他說 二那五 你給他一千 他會先炒賓 又是大張的 他就不開心 怎麼又是大張 他可能沒有準備那麼多零錢 第二件事情他說 那邊有便利店 你要不要去換 我想說今天你是營業人 是你在營業賺錢 怎麼會是客人幫你去換錢 因為換錢這件事情 有時候超商不一定要換你 因為他們也都是當天 店長去銀行或去什麼換來 人家也是有準備 所以我每次遇到那個說 超商如果你跟他說 我先跟你換 沒有 對 除非你買東西 不是 你就說 我給你拿九張就好 他就會換 下次就知道 這樣子喔 那應該誰都願意換吧 對 他就會說那怎樣 然後就說 那我開到前面 你下去換 沒有 為什麼 為什麼是我 我跟你講 你就下去換 然後跑掉嗎 你就在裡面喝個咖啡 對 你就買咖啡 他一定會下來找你的啦 然後你第一件事情 你就覺得這種服務精神 讓他覺得說 這工作應該這樣子 你換零錢準備好需要的營業用零錢 因為我們以前開店 準備用營業用零錢 是我的工作 這一點就是這個也會有 讓我不爽 我沒有多花錢 但我不會送到極致 第二三件事 我上次遇到一個更扯的 他這樣子 你一個店員這麼多 我說我每一天都有 我有一天我就用APP叫車對不對 結果我就叫車 叫車來之後接著電話 電話說 小姐 不好意思 我開過頭了 我說你開過頭了 我說過頭 有時候他們稍微過頭一點 你就走過去找他 我說過頭你在哪裡 因為你說過頭 可是我沒看到你 他說 前面臺灣什麼什麼那裡 我說臺灣什麼 我沒看到 我說你到底在幾號 我說我在一百六十七號 我說先生 我在兩百三十七號 你叫你計程車 你說你開過頭 我叫計程車 你叫我走六十號去找你 不然你要叫他推回來 你可以繞圈 你是過頭是你的事 因為我訂位 我有寫我在幾號等你 那你既然是接著 你不應該到我的地址 他說太過了 因為我想說十號我就走 六十幾號你有沒有過分 好後來他就很不甘心的 就繞回來對不對 繞回來呢 我就後來我就我要去林口 很遠 然後於是那天林口 林口這要載 這要載 因為這鄉土的嘛 鄉土的 一般鄉土是不是很高興 對 他很高興 因為他說林口 你知道路嗎 我想說我不是給你飯店的名稱 就福叉大飯店 福榮 對啊 是不是很容易 你不會找不到對不對 然後我告訴你 他開車開車開過了 就是他就就一直很 好像很不想開 絕對會塞 因為林口真的會塞 重點來了 是不是到了交流道要下車 林口一對不對 是不是要下車 林口有兩個交流道 結果他過去之後說 重點是因為他要 他要去交流道的時候 他發現他已經過頭了 他就說 你摔幾面要算 沒有 你說 讓人家賣送就是這樣 之後他就說 好吧 只好再下一個 下載道下車 你是我的老闆嘛 只好再下一個交流道下車 他很喜歡過頭 然後他就過頭 因為你知道福榮不是就在那個交流道口下去 就到對不對 地點很好 他就繞一大圈之後 那算繞到 但他沒有任何覺得他應該跟我解釋 或什麼 他就說 那再下一個下輸蛋好了 錢呢 算錢 他沒有絲毫跟我說剛剛不好意思 因為有些司機 他們一過頭他們會不好意思 你沒有跟他講 我當時已經覺得我已經很火大 因為我又要遲到 我幹嘛 趕快走錢我來走 手機 遊戲司機他如果不小心錯路 他會跟你說不小心 不好意思 我走過頭 我只要按戲 我就按掉錶了 所以有時候這樣子也不快樂 因為時間 你可能在趕時間 然後繞很遠 就算不收錢 你都有時間成本 可是這個真的很奧妙 他突然間就覺得 他是我老闆 新聞娃娃 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